对说到国家队 我想这两天有点郁闷就谈到这个事情 本来是应该是很高兴的 因为我来队之前 华夏只有一个国角江宁 但是因为我们的共同努力 我们现在有四个国角 明天就要去昆明参加国家队集训 这本来是一件非常非常高兴 我觉得这也是对我们华夏居住俱乐部 和华夏教练组的一个肯定 但是在这次集训的安排的过程当中 我们跟中国足球在积极的沟通 因为这次不是国技团比赛日 他们要首先要通过我们俱乐部的这种同意 但是呢我们在跟他沟通 实际上我们是考虑 因为回来以后我们10号逐场比赛 国家队的安排是7号的 最早的航班是7点45和8点 所以呢我们只能让他们球员 做8点多的航班回到天津 再做4个小时的车 回到秦王岛 那可能保守点估计可能是凌晨4点 所以我们希望能跟国家队领队 我给郭敏言打了个电话 希望能看看能不能稍微特别安排一下 或者是能不能希望能把训练时间稍微改一下 提前一个小时 让他们能赶上6点多的飞机 我们是很友好的去跟郭敏言队来沟通 但是呢他的态度非常强硬 也非常不同礼貌 他说这个改不了 他说这是已经决定的事情了 那我说你应该为球员的身体和恢复要考虑 因为我们这个球员岛 这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地方 我们的郭敏言队说 如果这样你再坚持 我就给执行局打电话 取消你们秦王岛举办中朝比赛的资格 第一我不知道谁赋予他这样的权利 第二 他作为国家队的一个领队 有没有资格说这样话 那天我正好在接受一个采访 很不巧 正好跟一个记者在聊天 正好他跟我采访 还是他给我打电话 我也用免提 如果你们需要的话 我可以到时候给你们放给你们听 我觉得作为一个国家队的领队 应该积极地与各个俱乐部 教练 俱乐部人来沟通 最让我生气的 他居然跟我说 说李铁 你是中方教练 你是国产教练 我就不跟你废话了 你就按要求来做就行了 我想问一下国产教练怎么了 我们取得的成绩 真的比外国教练差吗 我们也很努力 如果我们自己都瞧不起自己 都瞧不起中国人的话 我们中国教练还真的有希望吗 我们一直很努力 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觉得首先我非常感谢 于庸臣 于主席 他知道这个事以后 马上就给我打了电话 然后也安慰我 然后跟我积极地沟通 然后也在努力地来协调这个事情 我觉得作为国家队的领队 或者说我都在怀疑 他有没有资格 成为这个领队 他有 这种人怎么可能能出现在国家队当中 他的权力真的很大 最后一句 我们华夏读书俱乐部 包括我自己 包括我们教练组 肯定会全力支持国家队 要多少人我们都会给 然后毕竟国家的利益是第一倍的 哪怕我们俱乐部的成绩受损失 中国足球 尤其是国家队的水平真的提高了 我们大家才真正受益 但是 很遗憾的是 我觉得我们中国国家队 现在 还没有把完全全权的 有十里人放进国家队 比方说梁 听说就是跟这位领队先生发生了冲突 就再也国家队不掉了 还有大志 江志鹏 我觉得还是有几个非常好的球员 中国国家队冠军球队的队长居然进不了国家队 我想象不到为什么 希望能集合所有的力量 好好准备十二强赛 中国各位是有希望的 谢谢 好的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河北华家幸福的赛后新闻发布会 到此结束 谢谢各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